滚滚泥水不断往下冲刷 挖土机工人吓傻 道路瞬间沉了这副模样 马路严重淹水 全因为下午一场大雨 好不容易抢通的头九五线 交通再度受阻 先离开 就怕意外发生 村长赶紧请附近居民先撤离 住户拿篮子抓好衣物 先到亲友家住一晚 早在前一天出入其来的雨势 造成相同路段交通中断 大量石块夹杂滚滚泥流 牵线而下画面触目惊心 土石流速度惊人 连原先摆在一旁的三角锥 都被推着走 居民拍下着惊悚铃客 事发地点位于南投信义 东府温泉区的连外道路 头九五线23号下午 山区突然一场大雨 导致山沟爆发 土石流造成道路中断 向下山的游客受阻 现场一片混乱 日前卡努台风暴雨 造成土石流的路段 没想到接连两天再度爆发 缩心没人员受伤 目前恢复单向通行 再看一次机型画面 令人捏把冷汗 记者曾卫乡 黄祥父王 百英 南投信坊 报导